好 这个春节九天廉假进入了尾声 礼拜一就正式开工也是开学日 而现在不少上班族心中可是哀怨得不得了 因为想到上班就很头大 不仅是网络名人蔡阿嘎 就做了一首愿探收价的歌 引发许多网友按赞 您知道吗 甚至内政部还成立了男性关怀专线 也有人为了这种坏心情 call in求助 男性关怀专线你好 内政部专门为男性成立的男性关怀专线 过年期间不打烊 统计男性最常打来求助的就是情绪问题 他对于未来或是对于过去的 他的生命经验里面 他一个人在过年的时间 在对台湾男人而言 是一个很大的挫办 那他会需要时间去 需要人来听他说一说 尤其是九天年假放完 想到又要面对庞大工作压力 不止男生头大 女生也很有感 不止网络名员蔡阿嘎 拿收价做文章 创作哭首歌曲 网友也发挥创意 改编痛斑诗词 像春残到死四方禁 因为明天要上班 但是节诈日还在 就是不想去上班 还有还有 假期可太沉醉意 只是明天要上班 很痛苦对 对 哎呀 很痛苦啊 睡眠不觉小啊 上课好苦恼 收价前不少人就像这样 拖着行李回到工作所在地 就算再不情愿 也要打起精神 好好休息 迎接上班挑战 这位是客市长 一站台北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